發言五分鐘 那最後我們今天的議程結束的時間 是今天中午12點半 那我們現在就請 文化局長葉局長來報告 好 不然你到前面報告好了 謝謝 大會 大會主席 各位議員先進 那今天由文化局來報告 有關美術館跟總圖書館 新建工程的一個進度 那首先先跟各位議員先進報告 有關的是台南市美術館 新建工程的部分 那大概分做五個面向 來跟大家做報告 那首先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為什麼要蓋這一個美術館 大概針對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是針對目前台南市在展演空間上 的確嚴重的一個不足 以台南市文化中心為例 目前我們的展覽都排到了後年 所以在目前的展館空間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不足 那第二部分是就歷史的部分來看 台南市在藝術的發展上 的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 從所謂的清嶺時期開始 那像林曹英等等的這些文人雅士 都匯集在我們的府城這個地方 包括日治時期一些前輩畫家 到日本東京一大學習所謂的西方藝術 像岩水龍先生 郭伯川先生 陳陳波先生 等等 那其實也都是以台南作為他們 藝術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所以台南市在整個台灣的美術發展史上 其實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目前台灣的整個美術館的配置 大概是台北有北美館 台中有國美館以及高雄的高美館 那其他城市其實都是非常規模很小的 這種展覽廳的形式 所以台南市身為一個直轄市 身為一個文化首都 的確需要有一個美術館 那另外有些人也在提到說 那台南市已經有台灣歷史博物館 有奇美博物館 有南科史博物館 為什麼還要有一個台南美術館 因為他們的定位跟發展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像台灣歷史博物館就是以台灣歷史為主 那奇美博物館收藏的是比較多元化的 西方的美術或是相對的兵器或是樂器 那南科史博物館是以史前的文化為主 所以我想我們台南市美術館的興建 其實是有它的一個必要性 那軟硬體在整個美術館的興建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進行軟體的 有關典藏的工作 那目前已經完成收購229件 那多數是受贈的 大概有1183件 那過去原台南縣市也典藏了很棒的一些美術作品 目前也移交了71件到我們的美術館 那針對未來的定位 我們大概分做兩個部分 一個是近現代的美術 一個是當代的美術 那麼我們的基地就位於我們古蹟 利劍 密度最高的中西區 大概分做兩個區塊 一個是在我們的原警察署 作為我們的近現代美術館 那另外一個是在我們的公十一 作為我們一個當代的美術館 那麼我們在去年9月11號透過國際淨土的方式 由連綱營造公司取得我們的統包案 那另外設計團隊是石昭勇建築師跟日本綁茂建築師 共同來加以設計 那麼我們的統包的契約價金是17億7800萬 那委託管理是4100萬 公共藝術是1700萬 那個整個合約的供期是1390天 也就是說預計完成的時間是107年的7月2號 那因為美術館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文化建設 所以我們是透過不斷的用設計工作坊的方式 來討論整個美術館的一個興建 那超過20場以上的工作營的一個討論 那很多的學者專業的人士來參與我們整個的一個規劃 那首先跟大家報告近現代館目前的一個規劃設計的一個狀況 那近現代美術的部分大概是以我們原警察署 這是我們的古蹟 那加上我們後面有新建的地下一層的RC建造 以及地上三層的剛構的一個建築 那總面積 樓地板面積是4308平方米 那高度大概 後面新建的高度大概是23.6米的 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那在我們的簡報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整個一個示意圖 我們的示意圖 那就警察署的部分 我們盡量保有它原有日治時期的那個面貌 那後面新建的一個新建的美術 近現代美術館的空間 其實是一個比較外表比較簡約的方式 那主要是要凸顯前面的原警察署 它非常漂亮的一個這樣子的立面 所以在我們的3D的虎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白天跟夜間的一個面貌 那未來一定是在我們整個台灣的美術館當中 是可以說非常經典的是一個新舊合併的一個美術館 那另外當代美術館是一個完全全新的建築 目前是在我們的公十一 它整個樓地板總面積是22596平方米 那高度大概有41.5米的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那可以從我們的3D的一個意象圖來看 其實它是由不同的一個方塊堆疊起來 一個非常現代化的一個美術館的一個造型空間 那未來整個空間其實不管是從外面 可以直接上到我們的三樓 那也可以從我們一樓四面八方 進到我們這一個美術館 所以我們這一個當代美術館 是一個非常非常親民的一個美術館 那現在跟大家報告的是有關目前工程的一個進度 那目前工程的進度 在我們近現代美術館的部分 新建洞的部分已經都在下挖地基 那因為民居比較近 所以有關零損的這些監測的部分 是我們非常關注的 那目前這個部分都進行的非常的順利 那另外就是在古蹟棋的部分 目前也開始在做有關安全棚架的一個搭建 包括一些外牆的試洗的部分 目前也都在積極的進行當中 那當代美術館的部分 目前有關地下停車場兩層樓的結構補牆的部分 目前也積極的在進行當中 那接續就是有關它的轉換層的部分 會加以興建 那預計大概七月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做結構的一個吊裝的工作 所以我們希望工程能夠如期如值 在七月的時候來加以完成 那這是有關當代 這是有關美術館興建工程進度的一個報告 那接續我在針對台南市總圖書館的一個興建 來做報告 那我們的總圖書館其實 館室其實非常的悠久 那從1919年開始 我們台南市就有所謂的總圖書館 就有圖書館的設置 那是在我們目前的大圓柏這個地方 當然這些舊建築已經都拆除 那就移到我們目前的台南公園裡面 台南公園裡面 那目前的總圖書館其實也使用了多年 那目前已經在空間在功能性上都不符合使用 所以才開始規劃我們的新的總館 那目前新的總館的地點 是在我們的永康泡校 永康泡校 那永康泡校這個基地 我們之所以選擇在這裡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不管是臨台鐵的鐵道 南側臨台20省道 那也臨近我們的高速公路 永康交流道 那以及永康火車站 所以它的交通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所以從這一個點輻射出去 大概30分鐘可以服務的市民 超過130萬的人口 所以它的經濟效益 可以是說是最高最高的部分 那目前它的地點的一個特定區的計畫 是創意設計園區 那我們是在它的機關用地 那建幣率是60% 容積是250% 整個基地面積大概是1.5公頃 那未來這個圖書館的定位 不再只是一個借書還書 它未來扮演的是知識公書交換諮商 包括一些社會教育 包括學習新的技能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絕對是一個符合現代化需求的 一個總圖書館 那未來可以容納的圖書館的 館長的總建數達100萬冊 期刊是大概是1000種以上的一個期刊 那整個一種預算大概是18億 1190萬元的一個總經費 那預計我們的整個公期的時程 是希望在 再給局長聲音 讓他講完了 因為兩個計畫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謝謝主席 那所以我們預計施公期 大概是一年八個月 一年八個月 所以完公期用 預計是在107年的 年底 那從圖面上的基地配置來看 其實大家就可以了解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塊基地 045米的大道 那兩側的次幹道也都有15米 及20米 那麼我們在一層第一樓的平面層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未來就是一個非常挑高的一個大廳 有我們自動的借書還書的系統 24小時可以提供大家借書還書 那包括我們的整書區 包括年度新書的介紹期刊區 包括有咖啡角可以讓民眾 可以休憩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有我們的示意圖可以提供給各位 議員先進大家來參閱 那二樓的部分主要是提供給青少年的閱讀專區 包括數位學習的部分 包括多媒體 包括外文的學習區 那三樓的部分是0到9類的一般圖書的藏書區 所以這個部分都沒有隔間 比較所謂的穿透 讓民眾可以在這邊選書 那四樓的部分主要是 我們作為典藏台南記憶的一個空間 包括名人堂 包括我們很多的各類重要的 特殊的資料圖書區 包括很多的多功能教室等等 那在我們的一項圖裡面 大家會發現到 我們整個建築市面的採光 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在整個四周 都會安排很多的座位席 讓民眾取書究竟可以閱讀 大概這樣子從 大概二樓 三樓 四樓 其實超過千個座位席 所以未來不只是讓民眾 可以在這邊閱讀 學生也可以在這個地方可以自修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個閱讀空間 那五樓的部分主要是 作為我們的國際會議廳 以及我們的小劇場 那這個小劇場也有三百個席次 那目前這種小劇場 在台南市也非常的欠缺 所以我們希望說 未來我們的總圖書館 也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小劇場的空間 讓表演藝術團體可以在這邊做演出 那另外這邊還有很多的多功能的一些活動教室 那我想我們的意象圖當中 在我們的大會議 這個國際會議廳跟小劇場 還有一個展覽廳也可以提供做展示 那另外我們的地下有兩層 那地下一層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開闊 非常穿透 而且可以讓陽光卸下的一個採光非常好的區域 那主要作為兒童的一個閱覽區的部分 那同時也有我們的自修室 那地下二層的部分主要是作為我們的車庫 包括小客車包括機車停車的空間 還有相關的一些機店的一些空間 那我想未來我們的圖書館 不僅是外觀非常的漂亮 也是一個非常符合現代機能 可以符合滿足更多人使用圖書館的需求 那麼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總圖書館的設計 也可以創造一些需求 就是讓不曾到總圖書館的人 也喜歡到圖書館來 以上兩個專案報告 那跟各位議員先進來做說明 請各位議員先進來指教 謝謝 謝謝謝謝葉局長 還蠻詳細的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在做議員 沒有幾位 也沒有人按燈 我看 是不是我來請教那個葉局長幾個問題 這個有關於這個四種圖的部分 我們的那個戶外就是四種圖的那個 外面 沒有類似有規劃這個展演的空間嗎 就像那個文化中心一樣 給局長聲音好 圖的那個平面圖 整個平面圖 那麼議員在永康其實對這塊基地非常非常熟悉 那其實永康很需要有戶外的大型的展演空間 所以市長就有指示希望說 像紐約的中央公園 有個戶外非常大型 可以容納大概一萬人的這種戶外劇場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在這一塊基地還有15公頃的公園 公園 所以他會設在後面的那個大草皮 大概有一個大概將近一萬人的劇場 但是目前不在我們這一個總圖書館的計畫 是在公園的建制的規劃裡頭 所以是在整個園區 在都發局整個配置上 的確是有這樣子的 在我們這塊基地的圖的後面 後面喔 在綠色的部分是屬於公園用地 它有一個軸線一直到最後面 有一個比較開闊的 大概那一塊大概超過5公頃以上的一個綠地 會利用這塊綠地去規劃一個大的 所以如果看這個圖的話 是這個圖的右手邊嗎 這個基地配置圖 基地位置是那塊黃色的 基地位置只是黃色的 然後 再回到那個 再回到那個 再回到那個好不好 對對這裡 打開 打開 對對對 標準啊 OK 好 請我們同仁游標指一下 就在這一塊 那一塊就是15公頃的公園啊 對 包括這個軸線綠色一直到後面 但是後面這一塊比較完整 所以 所以 未來的展演的空間 基本上跟美術館沒有緊鄰就對了 沒有 但是已經很近了 總圖 有一些對面而已 是過了這一個45米的大道就是了 然後橘色的部分也是停車場 旁邊橘色的就是停車場 對 所以應該是一個非常適合做大型戶外演出的一個戶外劇場的基地啊 所以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詳細的你說那個地點 那一塊 綠色的整塊15公頃 是公園嘛 你說是在那裡一樣 我都會把那個展演的中心 展演的廣場 還沒有規劃 喔喔喔喔 喔 在那裡 朝南的方向 其實目前還沒有電 喔喔 了解了解 所以就在總圖的附近就沒有規劃這樣子 就純粹 警戒後面就是停車場就對了 那我跟議員報告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基地 雖然是1.5公頃 但是後面 也是目前的所謂的兒童公園啦 喔喔喔 所以這塊其實是未來 藏我們的基地 是整塊都念作會 你說這塊是做什麼配置 那也是做公園啦 就是兒童油氣的公園 喔喔喔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希望說 未來這一個公園 也能夠跟我們的圖書館整合在一起 有一點這種 推廣閱讀的一種 感覺的主題公園啦 對 對 古書館的主題公園 會整個這樣 好好 大概是這樣 了解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沒有 因為剛才那個 入住長做幹部 因為剛才我們在座 沒有議員設定 所以我來請教一些問題 我們今天請劉維穎 謝謝 感謝主席 局長我來幫你捧場一下 局長我想請問你 我想這個有一個市立圖書館 其實是大家人的願望 不然我想要 頭髮你沾對著 隔壁的部分 其實補個料非常上色 包括我們主席 所謂的這個部分 我想要幫你救教於 我們這個藏書的部分 我特別有看到 你有一個期刊專區啦 我想特別是 其實我們台南其實 算來 也有這個 幾十間的這個大學 大學裡面其實 都有一些 這個研究所 那不管是大學生 或研究所 他要做他的論文 Proposal 或Final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 大量的學術性的期刊 過去其實 局長也可能很清楚 特別是我們 如果要寫論文 的事實 也要寫報告 特別是寫到論文 畢業論文 協助論文 或協助論文 其實我們南部 學生都很辛苦 我們如果整人 需要期刊 除了電子期刊以外 有些需要紙本的部分 我們都還要特別 跑到台北 當然他有可能是去 國家圖書館去印 那台南可能長書 比較豐富 期刊館長 比較豐富的可能 就是屬於成大 那是不是在未來的 我們市立圖書館 或其他圖書館裡面 有沒有辦法去增設 多一點學術性的期刊 或者試圖讓多一點的 這個電子電子化的期刊 學術性的 可以更多元化的 可以在我們的 圖書館 就能取得上 是相當的方便 讓我們南部的 學生 不僅是我們台南的 學生 甚至是嘉義 像我過去 中間 嘉義 我們市集會的 學生 未來要研究論文 我們市集會 不需要這麼多元 可以有機會 在我們台南的 這個圖書館裡面 不管是市立圖書館 或未來有機會 那個國家圖書館的 那個南部分館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不是這個部分 可以多加琢磨 我知道議員 非常關心 圖書館裡面 一定要有搜 我們到底是要買什麼搜 剛才議員 有特別拿出來 就是說 類似研究型方面 的那些相關的 錄文 資料等等 其實做過研究的人 有時候 就是請一個禮拜 到中央圖書館 所有資料 Copy下去 來做研究 我想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進入管制交流 我們可以調閱 我想這沒有問題 第二部分 就是說未來這個部分 會強化這部分 我們要去處理 我為了這個道書館 開了很多諮詢會議 我有邀請 昆山科大蘇校長 南台科大代校長 他們都來我們討論 就是說 他們免費道書館 大專校園的道書館 他們現在都有聯盟 因為這幾個經驗 跟我們的道書館都很近 所以說未來 我們可以跟他們聯盟 我們可以買其他 他們沒辦法買的切 可以來做一些互補 做一些交流 收藏都沒有的 選數性的期刊 所以因為未來這個地方 有100萬的藏書 100萬的藏書 所以要挑選什麼 其實我們觀眾很用心 很用心 他已經有找了很多的委員 在幫忙做選書的工作 另外我的議員報告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未來希望有幾個敵 第一 文創的特色 因為這邊是文創園區的用地 所以我們現在有 從台創中心來合作 希望說有一些文創 包括建築的用書 都很貴的 一般的道書館 或是研究者 沒有能力去買 所以這部分 我們也會去做採購 在有關台灣研究的書 其中這幾年都很要求 所以我們每年要去採購一些台灣研究的書 他希望台南成為一個台灣研究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會去買 包括也有一些委員 建我們去買一些古書 古早的 因為有一些還是需要用到一些古書 但是這些古書 不容易去做採購 所以我想包括美食之都 我們是台南是美食之都 所以也有人建議說 我們要去購買一些 相關美食的一些書籍等等 所以我想我們的教議員的志士 逐步逐步去把一些專業的用書 把它採購得更加完美 另外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市立主管 它長數量一定是裡面最豐富的 是 那比方說我們南區 有延程圖書館 洗漱圖書館 它有可能未來 我們在這個地方 也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網際網路的交換過程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借到 市立圖書館的這些書 這沒問題 現在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都是通閱服務了 所以我們就要點藏它的 比方說我們要預約 那書就可以送到 我們洗漱圖書館 譬如說我們總圖就會把書 送到洗漱圖書館 然後你就在洗漱圖書館取書就好 還書也是在那邊還書就好 也可以在那邊還書 主席我再給我一分鐘 OK 再給一分鐘 另外剛好有提到我們的這個 那個南區的圖書館 那其實特別感謝局長 我們這個延程圖書館 可以說很美輪美奮 當然之前局長也有 我們這個圖書的長量 會step by step 慢慢的擴充 會充足 另外我還要特別拜託這個局長 我看到我們試圖這個規劃 四周圍規劃都相當的漂亮 那其實我們也期待 因為圓程圖書館其實 其實局長也很清楚 嚴重是台灣第一嚴 所以未來有機會 除了在那裡可以多辦 跟我們電影相關的外棟以外 也拜託局長 在圖書館的景觀 四周圍設計之上 可以配合公務局 可以營造我們這個台灣第一嚴的意向 這個再拜託局長 另外可以多加注意 謝謝 我們藏一個圓程出張所 來未來看環境 都會做火來處理 好 謝謝議員 謝謝 接收我們邀請 道書館議員 好 謝謝 感謝主席 局長 當然在我們台南市 可以做美術館 這是過去還沒學編之前 他們也非常期待 之後到學編 但是在這個 這個你的報告上看 當然要跟18歲的 道書館一定是與眾不同的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做到 非常地高我們的目標 因為我們是107跟兩黨 兩黨後就可以 這間美術館就可以展現出來 在我們市民的心目中 在我們的眼鏡 但是為了我們要做的配套 我聽聽聽聽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也是要獨手 跟相關單位去做 到時候這個美術館 先行起來 畢竟我們的車輪 就沒辦法去聽了 可能我們如果沒有先做這個幾位 到時候我們應該請又打開 尤其在我們這個中社區內地 要找到停車會是真的非常困難 因為我已經好路過去 我也一間住在這裡 因為小孩打營業班的時候 那麼這些交通量 我都非常清澈 所以停車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獨手相關去做 雖然你的這個是道書館 但是你要想說 我們的美術館完成之後 我們的停車的問題 要怎麼去改革 像現在我們都說 為我 當區認得共造一區 結果 沒有停車為鳳亭 全部的紅線 大家叫車 叫我妹妹的叫 所以說這點非常重要 那麼你剛才有報告說 我們以後跟總圖 道書館我們要找找東西 真的都是連線 就像我們現在的 那個佛政也好 地政也好 我在這裡申請 我在那裡可以辦事 這個是 我們的趨勢就是走到這樣了 本來我們就是要這樣做 再來 在我們這個英空泡河 這個四種土 他那裡有那麼多錢 我們說的 我們是要買土地 來去一個 那麼 現在的土地 也沒有說很好買 可能那裡會比較好買 這都是你非常重要的業務 待會你跟我說 那裡現在是做得怎麼樣 我們進度到如何 還有 再來就是說 整個 台南市 有我們的美術館的完成 總圖的完成 這都是配合 我們取美博物館 這是到時候 人來我們台南的時候 都是一個系列可以去做的 所以 停車位這是大問題要去解決的 不是我們開錢把這棟蓋起來 就 你要來看 但是不讓停車的地方 到時候 還是我們台南市的困擾 所以說 我本室的動作就是 交通停車這個問題 後 之後 還有一份外景 你給我報告 我們總統現在到 進行什麼程度 感謝 有我們的指教 目前我們的這個美術館 當代美術館的地下 原本就是我們這個停車場 兩層樓的停車場 未來也是有做停車場 可以停幾隻 已經這樣 580台 兩層可以停580台 所以 我們這上 我們沒有改變它的使用用途 一樣是作為停車場使用 油嵌車的部分 你安心要停對 油嵌車的部分 只能做臨庭 這裡可以做臨庭 臨庭後 他可能也是要去到公園路那裡 所以目前 事實上 這裡是沒有油嵌車的停車位 包括我們這也是沒有 不過這個部分 我們行見的過程 都有請交通局 來共同參與 來共同討論 有關未來 這個交通要怎麼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 議員這樣簡單報告 不然已經進總圖書館 他泡好這個總圖書館 我們已經二月 二月已經 已經發報出去 讓那個建築書要做設計 那是設計的部分嘛 設計 原則上我們希望說 以明年 車可以重工 明年初可以動工 我們進的幾月是這樣的時程 我們取得土地賣錢 已經都沒問題了 取得土地賣錢的部分 好再給都市議員一分鐘 賣土地賣錢要來蓋的嘛 是 對啊 土地賣後怎麼辦 這 我比較來要請教那個財政 財政 你現在喔 就是說 我文化教我最想要做的 我幾個錢我開了 幾千萬我開了 我有過我明年 要來蓋 要來重工 但是重要 就是賣土地賣錢 跟得到 你沒有錢 你現在是先要做錢來開 以後土地賣 來轉正來行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想去完對那裡的地區 英空那裡的地區 應該是 比我還要了解 這個主席比較清楚 主席在地英空 這個主席要到國務 我知道那個 東橋七路那裡 東橋七路那裡 建築很多 我說 那個局長 現在喔 財政局啦 就是都跟我說 我這裡賣多少賣多少 來在平衡預算 但是經濟不要賣 缺口越來越大 你心裡想說我那裡賣18億 陳清中議員有市長 不然你市 好好好 就是 其實是這樣 那個地方 未來是用區大政策來處理 我相信 那個土地應該是 全英空區全台南市 最精華最搶手的位置 所以一定是 這個 所謂的收入一定大於這個建設 這個一定是遠遠大於 那個土地是 市長位很貪 相信 絕對是這樣 好 好 你沒有我們下面請陳清中陳議員 謝謝主席 我們文化局 我們局長 各位主管 大家早 我看到我們台南市要設立這個總圖書館 我想是相當棒的事情 然後 因為之前 跟 一些我們民進黨的議員 也去 高雄市 有來參觀 就是總圖書館 我覺得他們相當的棒 那時候我們非常的羨慕他 那現在我們要來實現這個總圖書館 相當好 那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就是我們整個的時程 目前有落後嗎 沒有 在你們的國標裡面沒有 沒有 那剛才那個 讀書議員那個問題可以突破 是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目前的台南市還是有很多的圖書館 是 那未來的話是給總圖書館來管 是不是 這個位階怎麼辦 跟議員報告 目前我們的區土是由公所目前在管理 那其實跟我們的總圖書館 目前其實大家每個月都在開會 那書的採購都是由總圖書館 他們開出書單 我們來採購提供給區圖 那相關的資訊的部分 也都是我們在做相關的服務 跟教育訓練 因為他現在位階不大一樣 你像 像六都來講 有的位階是比較高 那你現在剛才有報告 這個各區公所都有圖書館 那他的位階就是在區公所他們來做管理 那未來是不是這個位階要把它提高上來 到你們總圖書館來做整體的管理 我想這個部分就會牽涉到整個組織架構的部分 你剛才說的是一個組織 是要一條邊 還是要用類似大家協力的部分來處理 我想這個都可以再做評估 我的建議是應該一條邊來做統一的管理 那我再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未來我在東區圖書館借書 我可以不會在總圖書館還書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電腦都有連線 現在就可以了 這個便民的東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可能在這裡借一借 然後我就在那邊還 目前這個沒有問題 沒問題 那你剛才有談到就是整個的採購 整個大台南市未來的圖書的採購 就是統一採購 現在就是這樣子 現在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要一條邊 還是要一條邊 因為你整個的藏書 你才有辦法控制說 這邊到底有多少的藏書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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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的 或者是什麼期刊 或者是什麼國內外的一個期刊 那你如果你整個的一條邊的話 你未來的話可能比較不會有 有重疊的一個部分 資源上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跟議員報告 也拜資訊化之勢 所以現在我們總圖書館 其實都可以掌控 這個區圖有什麼書 有多少 那麼我們詮釋相同的這一本的副本書 有幾本 那是不是夠 要不要增加 所以我們是可以整體去調配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剛剛議員講的這個問題 其實目前還是可以在管控當中 那我想要了解一點的 就是說 你目前我們的總圖 算比那個 人家高雄是早好幾年了 那我們有沒有更創新的 的東西 比他們更創新的東西 的設計 跟議員報告 第一個 我們這種全新式的 24小時的 預約借書還書的系統 我想這個是會非常先進 會比北高更為完備 你說24小時 對對對 你預約書 那我的零錢 不過我被取書買 你當取書 那你有人可以讓他拿嗎 他自動化的 自動化 我只要譬如說我給你一個密碼 你去到那邊我只要按231 那一本書就出來了 它是直接跑出來 你就是有一個窗口可以拿 對 這個是全國所創 會改良是 新北 新北是有 但是它的規模比較小 是 那我們這一次改的方式就是 它的測速會更多 它可以一次容量 那未來會不會 你在 只有在你總圖書館裡面 可以用這一套系統 那我在東區 圖書館 我可不可以 可以用這樣子 24小時 我就可以 也一樣可以借書啊 可不可以 因為那個得要有設備 如果說它東區 你東區圖書館有特效嗎 所以我那邊24小時 我還是一樣要跑 到永康區 結果我是住在東區 我住在那個新華區 或者是那個走鎮區啊 欸那也不 對偏遠地區的人 不公平 對永康區 主席 你聽得比較好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為什麼說 整個的圖書館 應該要統一來管理 那你們整個的 再給陳英宗議員 這個創局的話 這個全國的最棒的一個 先進的一個設施 那你可以整個 台南市都來試用啊 這個不是很好嗎 我們可以逐步啦 我想這個部分 另外的話 你們有 這邊有寫一個 這個文創商場 這個你們有特別規範 未來不用 算沒有文創 你知道嗎 都跟商業一起去 這個部分你們 有沒有做什麼規範 我想我們這個地方 所謂的文創 我們會做成一個 類似Makerspace這樣子 就是讓創客 可以在這個 在圖書館裡面 去做他的創作 那麼我們會朝向一個 因為我看你這個是委外 模式經營嘛 啊委外 因為就要有有 有英語 可能想的是說 比較商業化的東西進來 那就把你文創的東西 搞壞掉了 我了解 這個部分你們有沒有特別規範 所以要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什麼 項目 這個部分我們還有蠻多的經驗 我們會比較強調所謂的原創性 不是說 那有 那有 就變成是一個商場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是提供一個文創的 一個通路跟平台 再給陳議員時間讓他講完 公舉說 什麼 什麼演傳 還是什麼 台灣大哥大是不是 在文創裡面 那個算文創嗎 我意思就是說 這個部分你可能 要特別去規範 它真的是文創的東西 才能夠進駐 才能夠委外 這個部分的話 是本席給你提醒 我們會審慎 這個我們會很審慎 那另外我看到有一個舞蹈教室 你這個圖書館 做一個舞蹈教室 在那那麼吵 會不會影響人家在那裡 閱書的一個心境 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 現在的隔音彩其實效果都很不錯 那這部分我們是放在五樓的地方 你五樓 你樓上在跳舞 要秉明 樓下四樓可能會影響 但是一般的舞蹈教室 為了兼顧到舞者的所謂的那個腳 腳的一個安全性 他都會 你醫生你都知道 他會有做一個所謂的 彈簧 那個叫什麼 雙層 對 會比較 所以他會也有連帶隔音的一個效果 好 觀眾這個隔音的問題 你們要相當的慎重 因為圖書的地方就是要安靜 讓人家可以非常好的心境在那裡看書 你不要說 我直接在討論 正面被人拚拚 受到影響 那個部分的話 可能你們要特別注意 好嗎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陳金中陳議員 那我再請教一下那個局長 你剛剛有說到那個可以連線 圖書館這整個是連線的嗎 跟我們現在台南市市內的 任何的小型圖書館都有連線 所以像說永康的社交中心的那個圖書館也有嗎 都有 所以你可以從任何一個圖書館上線去跳到另外一個圖書館 就是說我可以在所謂的這個像說陳金中的東區的圖書館 借書取書都不用再到總圖來 OK 那剛剛你說24小時這個這個這個 用機器的這個自動化的這個借書的這個設備 當然只在總圖嘛 就是說我半夜我想要取什麼資料 我想要閱讀什麼書 那我先預約 先預約 如果我預約了某一本書 嘿 但是我可能 在電腦上預約 好了 那我隨時 那他衝生你說我幫你實力好了 那你隨時就可以了 就在24小時半夜也可以取書 然後到總圖這個這個地方 所以是一樓有個部分是24小時 OK好了解謝謝謝謝 好那我們目前 我們議員的這個登記發言就到此 所以我想今天早上 我想可能大家對於文化局 這個新辦這個美術館 還有我們四種圖 大家都很有信心 那所以其實看起來對這個意見也沒有很多 那我想在陳金中議員發言之後 如果沒有議員登記 那我們就要散會 那請陳雄議員 剛好進來就捧場一下 因為對於這個24小時的這個借書 我還是相當有興趣 剛才有談到嘛 就是主席有談到 就是說我在東區預約的話 那一般來講是要幾天前預約 我才能夠 在假設我今天 幾天就是幾天以後我才能夠拿到書 我要先預約 我請我們館長 他是資訊方面的這個專家 會比我講的更細 來 好 跟議員 跟議員報告 我們的預約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書借出去的 那也在民眾的手上的時候 你也可以預約 那這個就要看民眾書什麼時候還 那一旦還到這個圖書館 我們都會在七天之內就送到取書館 那另外一種書再加上也可以 很多圖書館是沒有開 我們是有開放說 即使這本書在我的圖書館加上 你也可以預約 預約完之後最快 因為我們有分六個通約圈 同一個通約圈有可能隔天就會送到了 那如果是不同通約圈 總管就還有 還有兩部車是跨圈服務 也都可以在七天之內就可以拿到書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他預約嘛對不對 那你這本書假設是在 我已經借走了對不對 那我還進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這個借書人做聯繫說 你這個什麼時候可以來拿書 是透過那系統 或者是什麼系統來通知他 我們是由 系統會自動發信 就是說今天這本書到我櫃台 我刷環之後到晚上 系統就會寄E-mail到 讀者的E-mail信箱 那當然有些民眾他不想要留E-mail 我們就會人工電話通知 用電話通知 對 大部分都是用系統 寄電子郵件通知 用電子郵件 對 以電子郵件為主 可以不可以 你耐沒有嗎 目前沒有 那這個部分可以 不會把它增設下去 因為我們現在由系統來通知 都不需要人工 大家用的好像 這個我們來演繹看看 因為就是 用的好像這個 滿頻繁的 滿頻繁的 沒有 沒有道府服務 有 如果我們針對比如說70歲以上 或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 我們有書箱宅集變 那有 只要有這需求 我們會把書寄到府上 那我們相關的規範 宅集變的話是你用寄的 那這個 游資的話是誰來負擔 70歲以上 或是有身心障礙是免費 那其他的話就是要付費 就是由政府來出資 來給他們 就是送到他府上去 我們會特別 針對就是 樂齡族 或是說行動不便 樂齡是幾歲叫做樂齡 我目前是界定在70歲以上 70歲以上 我們台南市的市民 如果接觸的話 就可以你把它 到府服務 這個相當不錯 這是免費的 如果說不是在規範裡面的話 就是有使用者付費 所以你最針對 比較長輩的部分 就是到府屋 那另外的話 可能是用Mail 或是Nine的部分 再拜託一下 我想這個部分相當的棒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 曾王雅雲議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要請問我們的局長 你剛有印象 我有質詢過我們圖書館 有有有 你提供了很多很多 國外很好的案例 給我們做參考 謝謝 那我要請問我們的局長 我們的停車場 這個面積有多大 我們的停車場面積 可以 同仁可以把圖書館的圖打一下 我們在圖書館本身的地下二樓 是我們的停車場 但是另外在它的北邊 另外在北邊 又有一個平面的平面的停車場 所以它有兩區的一個停車場 有多大 面積多大 樓下 地下停車場有120台 那另外戶外的停車多大 那個面積 橘色的部分 議員報告 橘色的部分 是整個戶外的停車場 大概也有1.5公頃 是圖書館基地面積有多少 圖書館基地面積1.5公頃 它的北側 橘色的停車場的空間 也大概有1.5公頃 好 那你在這個平面外 戶外的這個停車場 好的規劃 我們的樹種 還有我們的樹木的 那個重樹的那個面積數量 我覺得就是很重要了 是 那這一個部分 有跟建築師或是規劃師做一個 做一個溝通嗎 跟議員報告 現在有關戶外停車場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還沒有在我們的 這一次的工程裡面 因為它有關那個地震局的區段徵收 目前還沒有到橘色那一塊 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歸納 大到我們這一次的計畫裡面 所以停車場這一次是沒有規劃在裡頭 會比較慢 好 那很好嘛 沒有規劃 所以我們就可以提出我們的建議 希望說這個停車場的舒適度 還有它可能也變成我們圖書館 外圍一個環境 會讓人家感覺這個圖書館是非常優質的圖書館 跟節能減碳 跟他們來這邊如果萬一在裡面看累了 想要到戶外去 對他們視覺或是去外面走一走 也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我希望說在圖書館內部的規劃之外 我們的停車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希望我們的館長跟我們的局長 在圖書館停車場這個部分 要多一些參考其他比較優質圖書館 或是國內外的都要去參考 他們的停車空間跟圖書館主體的關係 跟整個面貌的一個協調度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可以請我們的局長也用心一下嗎 感謝議員的提醒這部分 我們會多參考一些好的案例 要不然我也可以提供 好 歡迎歡迎 謝謝議員 我那裡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跟那個我好幾次出去我都有在 我覺得圖書館是很重要的 那我看到室內那個設計 你有沒有回憶到我上次這個質詢 為什麼裡面的重要性 你還有印象嗎 除了是建築師 我覺得裡面以後的規劃就是 要把兒童區 青少年區 還有一些進去也是可以讓一些婦女 或是退休人員 或是一些百姓去那邊 感覺要舒服的座椅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們的歪歪的設計 要非常的簡單 好 那插座這一些都是要非常的 讓我們覺得到圖書館裡頭去 就是非常的便利 還有飲水區 還有我們的那個化妝室 這一些都是在圖書館裡面 要也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在採購這個座位椅子 這一些一定要兼顧到它的舒服度 還有一些小型空間的他們的討論區 還有個人的閱讀的一個安靜的區域之外 還有一些就是說 它可能有小團體可以討論的空間 也有大團體的考慮空間 因為我們這個圖書館很大嘛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規劃裡頭 對兒童的保護還有對 好 再給我一分鐘 謝謝 我希望這一些都可以納入我們局長 跟我們館長的一個概念裡頭 然後請我們設計師跟我們採購人員 要特別注意跟加強的部分 那我請我們的局長也來講一下你的 感謝議員 因為我知道議員對圖書館非常琢磨很深 過去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案例 那這一次我們圖書館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都是用工作坊的方式不斷的在做討論 那麼我們針對兒童的部分 特別強調五感的體驗 所以我們找了很多這方面的專家來提供我們 如何提供孩子在這個地方 所謂的五感體驗的相關的一些設計 給建築師來做參考 所以您剛剛講的適當的一些座位席 不管是兒童的也好 或是所謂的高齡族群的也好 我想這個我們的確都有特別特別的去注意 另外有關青少年的討論區的部分 我們館長這個部分他們也有規劃 有小型的討論區 有比較多人的討論區 那包括我們也做了叫做Maker Space 就是說讓個人的工作可以在這個地方 直接找資料直接去研究 甚至我們有3D的列表機 可以提供這些Maker來做使用等等 那我想議員所提供的過去的那些資料 我們會拿出來再好好的了解參考 那另外我記得議員還提供了公園的設計 主題公園的設計 所以在我們後面 我們圖書館的後面還有一個兒童公園 那麼我們也會以圖書閱讀作為主題 去規劃一個比較跟圖書館整合在一起的主題的一個公園 我想這個都是過去議員給我們指教的地方 我們會一併的來這個地方加以實現 好那我們接下來請王嘉誠王議員發言 區長這個兩個大工程嘛 一個叫做當代館 一個叫進線代館對不對 是 那事實上它的距離也蠻近的嘛 就有埃街而已 對不對 是 所以基本上來講就 這樣講應該不為過 整個是一個文化藝文圈嘛 是 包括相關的 孔樣文化園區 對 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像主體最大的這個當代館 它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我們議會同仁問的 是不是也是我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它對面就是 地方法院 對 還有就是說原來的停車場 是 是不是 那個location是沒錯嘛 對 那如果照你們現在的一個規劃時程 你認為這個案子在107年4月份的時候 能夠順利完成嗎 我們目前的時程跟廠商的合約就是1390天 日曆天不管是 刮風下大雨颱風不管就是1390天 所以它現在是7月必須要完工啦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的時程 是到後年的7月份的時候 是 它有一個我看到你講了一個竣工的日期 是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原來的警察局所謂的那個點 是 它的竣工日期是怎麼樣呢 這邊好像就沒有看到你寫 也是一樣 就是兩邊 兩邊它都是同步在進行 就是1390天 OK 所以這兩個案子它應該是在 賴清德市長卸任前 這兩個重要的工程案 都可以如期完工 那我的意思是說局長 現在所有的相關重要建設 它一定都不只是一局一事的事 它會是一個整體 將來是不是能夠搭配得當 包括交通動線 包括停車位 包括周圍的其他的軟硬挺設施 對不對 是 顯然這個案子如果做的成功的話 它會翻轉中西區 是 因為中西區一直是我們以為 比較老舊 比較在在在時代來講的話 它整個人口的結構也比較老了 它整個的氛圍歷史豐富 可是呢 那感覺起來翻新 又跟歷史文化做一個好的結盟 都仍然只是舊的物件嘛 我們用歷史來彰顯中西區的美好嘛 那現在這個案子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比較應該算是比較時代性的 比較 算是比較怎麼講 就是說update 一個好案子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在這個案子 你們這麼多規劃人員 學者專家的時候 市政府除了文化局以外 其他的相佔其他的搭配 局長你們的準備如何 是 謝謝議員 因為議員對當地的確 非常非常的了解 在整個美術館籌建的過程當中 大概有分做兩個委員會 一個是專業 美術館方面 專業的一個委員會 他們去討論 它未來的功能性的部分 定位的部分 另外有一個是比較屬於 行政方面的部分 那這個行政方面的部分 是由秘書長來召集 裡面就包括交通公務都發文化 等這些相關單位 密集的去討論 第一個部分 有關交通的部分如何解決 第二個部分 有關中西區的通盤檢討 都發局的部分 就會加進來 有關工程的部分的協助 公務局的部分 也給予協助非常的多 再來就是 有一些巷弄的部分 有消防安全的部分 那消防局也給予一定的 專業的協助 所以大概透過這樣子的 雙個委員會 再架構這樣子的一個 興建工程 所以基本上 議員剛剛所指教的部分 我們都有在進行 局長 譬如說我們這幾年 最新穎的 最讓大家屈之若霧的 就是齊美博物館 對不對 可是齊美博物館 它的地理位置 跟我們未來當代美術館 新近現代美術館 近現代館 它的地理位置是不一樣的 而齊美博物館 它因為背後實力雄厚 財團的力量非常大 那這個 他們自己可能對這一塊 很樂意奉獻龐大的 各方面的資源 來協助台南市有一個私人 但是全國都共享了齊美博物館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未來這個館 它的一個點是在人口稠密 但是呢都根 基本上是無望的一個區 再給一分鐘 我的意思就是說 把這樣子的一個非常現代化 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硬體 放在一個比較老舊的歷史豐富 的一個區域 它會產生一些 你一定要事先周詳考量的 搭配的問題 那我們盼望 這個館 這兩個館 連成一線以後 怎麼樣能創造一個風采 就是說它所有的 藝文設施 以及過去的人文歷史 不會顯得突兀 我看到了就是說 你那個警察館 對不起警察局 保留原來的嘛 對不對 原來舊的警察局 後面再做一個新的硬體嘛 對不對 那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局長 到時候 你們的專業人士 以及政府公部門的行政單位 應該不只是針對這兩個館 應該針對的是 整個中西區的地理文路 它的人文史 讓王毅的考量 局長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這麼些年來 我們台南人很驕傲說我們以文化以歷史取勝 坦白講 沒有一些什麼積極的一個展現 奇美博物館不是公部門的 是私人的 OK 所以要麻煩局長 顯然這個案子 在賴市長任內 能夠竣工 能夠完成 會讓台南市有一個新的亮點 而這新的亮點落腳在最老舊的中西區 所以請局長讓他新舊病程的時候 他的整體的一個風貌 能夠顧及周全 讓我們大家以此為榮 好不好 局長我想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 不是單考慮一個東西放進去 而是他整體跟地方的一個 一個算是榮盡其中 然後彰顯自己的特色嘛 是不是這樣局長 是 好 謝謝局長 謝謝議員 好 謝謝 再來沒有議員同仁要按燈發言了齁 好那我再請教那個業局長一下 那個我們那個總圖 預計什麼時候完工 我們的總圖的完工時程 是在也是107年底 107年底 2018年底 預計啦齁 你是明年年初會發報完成嗎 是 OK 好好了解謝謝 好那如果沒有議員發言的話 那我們今天早上的專案報告 好就到此結束齁 還 沒有蔡議員你先來 沒有齁還是 OK OK 好那那 那請蔡望全蔡議員好 謝謝 謝謝齁 那個主席局長 這兩個這兩個館齁 其實這個我覺得有建設都是很好的 這個大家也期待很久 台南市必須要有不同的一個呈現 那麼尤其是 那我看它一個是在中西區 是一個老舊成郭的一個中和 那另外一個是在那個泡銷對面 就是在永康 那其實我覺得說 基本上我是樂觀其成 不過在興建的這個過程 倒是我們針對中西區這個美術館 它的這個過程 如果能夠呈現一種新舊成郭的展現 也就是說在國外有很多的例子 我相信局長也都是很專業的 在國外其實有蠻多的例子 說雖然這個地方我蓋的是新的 那我利用這個機會 把周遭附近以前的 幾百年下來的歷史的樣貌 也做一個融入的一個設計 而不是單純全部都是現代化的那種感覺 你可以了解我那種的意思 尤其是中西區是一個我們人文 尤其是幾百年來累積 以及最早的一個發跡發源地 落腳處在我們府城來講 所以其實說我們對這個期待也很高 那所以我們希望局長能夠在這兩個案 基本上我覺得同事們都是樂觀的啦 都是希望說趕快做好 但最後的過程 我們也應該有不同的一個呈現 那尤其是像這個比較 這個美術館 美術館這個部分 那我看一下你們的一個計畫書 也非常的好 包括這整個的一個怎麼樣去提高 我們的這個國際視野 那包括他點藏的這個特色 整個分配 那我相信你們的專業 不過我最後一點 還是要小小的提醒一下 因為 因為這個你們在點藏的過程 這點我也要請局長特別注意 那個總是在藝術界藝術界裡面 那你怎麼去認定 你點藏了這一幅 它的價值有到這個程度 因為我房間沒聽過一句那個啦 那我也希望說應該是不會啦 就是說你們在認定上 怎麼樣去這個客觀的這個要件 就是說他在 比如說在這個 他的價值是這樣子 那你們如果認定過高 會不會產生異議 應該是不會 因為我們有跟議員報告 有一個點藏委員 那這些點藏委員 不管是各種媒財的部分 有不同媒財的點藏委員 那透過審查的機制 來鑑定他的價值 他的價格 是 好 那如果全部有點藏委員決定 那我相信文化局 應該也有可以去 代表我們官方的一個立場 我覺得你還是要去呈現彰顯說 我們點電廠的這個方向 我們應該優先本土 優先在地 尤其是我們台南 台南在地的藝術家的作品 我們的原則方向是定了一個辦法 那跟議員所講的不模而合 不模而合 好 前輩畫家在地的藝術家 唯優先 這個大概是跟議員指教的一樣 好 大家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 鄭華雅雲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局長 我要請問 我們這個設計 這個採光的部分 有沒有融入自然採光 跟簡能減碳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在這個 這個你們的簡報裡頭是看不出來 那你們有沒有特別的去強調這個 因為我在國外參觀過的 不管大小圖書館 幾乎他們白天是很少用電燈的 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設計方面 是不是也有把這件事情考量進去 議員報告 自然採光是我們這一個 建築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請問我們的同仁打一下最後一張 那個 最後一張 對 那這一個圖 是我們目前 總圖書館的一個外觀 所以從這個外觀 議員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一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五樓 其實它的採光 一直是非常的好 但是它不會刺眼 因為它的什麼 它的眾生 烏眼眾生生 所以我沒有用窗簾 陽光也不會刺眼 但是它卻是 非常非常的 採光度非常的好 就是自然採光就對了 沒錯 自然採光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因為它絕對是要是 節能減碳的一棟 所謂的智慧型建築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是如同議員所指教的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 剛剛有那個 陳議員有那個 質詢過說 這個借書的時間點 那我們是不是也有一個 像得來樹這樣子 它可以隨時 可以把它借的書 就投到我們的那個信箱裡頭去 就自然就把書退掉了 有這樣的一個 規劃嗎 因為這個也要在 在那個 你的設計裡頭 有這樣的一個車道才可以 跟議員報告 目前大概每個區土都有一個 隨時你可以去還書的書箱 從外面就投進去 投進去 那開車可以嗎 開車 目前多數是沒有辦法開車 為什麼不要 因為有時候 如果還要去找停車位 那你們停車位也許又很遠 那它還書就很不方便 你還書的便利性 它影響到它借書的意願 你懂嗎 了解您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並不是很困難 因為在我執行的時候 我有提供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 他們的一個設備 不管大小圖書館 都非常的便利 那我希望 在我們還沒有建造完成之前 要把這個借書還書的一個便利性 它像說 如果說它在我們總圖書館借的書 它其實在其他的 都可以還 都可以還啊 沒錯 就算它借到台北去 它都有這個機制 可以寄回來我們的總圖書館 這樣的 你們有去做這樣的規劃嗎 目前外縣市是還沒有 我們應該做 為什麼 我們台灣這麼小 為什麼不做 我們在美國 我們在填那西界的書 我們在紐約可以還啊 我請我們館長 大概我們有部分做 但是真的沒有像議員講的 做得那麼全面 余甄妳 我覺得你們的 我們台灣這麼小 就應該要串聯起來 那他如果說外縣市的 我們有人旅居在那個台北市對不對 他其實回來這裡 他借書都有一定的時間要還嘛 有沒有規定 有 跟議員報告 有嘛對不對 那他如果說 從台北借了一本書回來 他回來這邊可能要 兩三個禮拜才會回去 那他可以在我們的圖書館 任何一家圖書館就還書了 那我們再把它 是看用什麼方式 跟對方的圖書館來做一個年戲 然後讓他可以很輕便的去還書 這樣才可以在我們 我們喜歡看書借書的一個習慣 跟議員報告 目前我們 全國有十幾個分區資源中心 分區資源中心的書 確實有提供這樣的機制 因為它有一個同樣的一個系統 可是各縣市因為系統不一樣 你們要去創聯 不是沒有的事情就不能做 沒有的事情我們提供的意見 就要想辦法去做 因為這不是創局 而是人家美國已經做很久了 而且它的地那麼大對不對 都做得到 我們應該也要做 包括他們 所借的DVD啊 這一些都是可以的 我想我們來跟幾個縣市 先開始合作 來試試看 好 我希望可以把它變成說 不只是台南書鄉而已 而是台灣書鄉 讓孩子喜歡看書這件事情 成為一件很愉快 然後還書借書都是非常方便 好 那我想再來沒有議員發言 我們今天早上的專案報告 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今天散會 謝謝葉局長 好